如果今天你遇到有人告诉你 你为什么每天拿着手机 你每天只会玩手机 你告诉他一句话 你只不知道 凡登去年单单玩短视频 就赚了50个亿 在每一件细节 每一个工作中认真的对待 持续的改善 它才有可能会成为 跟别人完全不同 有路口就有一个平台停止 就有出口 我们讲流量 我们以前小说看新闻 新闻报道 那么新闻从哪里来的 从人们身上拿回来的知识 那它报道新闻 这个平台 它报道给水亭 又报道给回这个平台 这个人们 那当中会出现什么 我们讲说 当我们在玩手机 哇 防毒软件进来了 防毒软件那一个叫做 隐形的市场执行员 它来找流量 量 新闻 它报给众人听 它从众人身上拿新闻 又报给众人听 今天你在Dadara 你在我们讲亚马逊 你在淘宝卖东西 可不可以赚钱 可以比较难一点点 因为什么人们选择太多 那么到底要如何去赚这笔钱 赚抖银钱 赚抖银的钱 赚短视频的钱 等一下我发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银行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银行员